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我是老编蓝欢迎来到民众阵线 那我们今天继续要说一件事情啊 那就是这个煤气仍然是赤水喝酒品牌代言人 那么这家卖酒的这家企业啊 呃总是想蒙混过关啊 想要这个等煤气事件在公众眼里淡化以后 依然在这里可以我行我素 老编说过 2024时是今日 中国人不是过去没有脊梁谷的玩意儿 中国人不是过去的支那见处 中国人不和香港黄狮和台湾港霸一样 没有任何脊梁 看到杨大林就瞎跪 屁眼跌着他妈老高 像打高射炮一样 三角裤退一半 退在膝盖上面跪下来 跌着屁股 跌着定 中国人是有啊 骨气的 所以说 梅西这个事他不可能有所淡化 啊 现在呢 我们现在通报一下 香港主办方啊 已经这个像购买梅西球赛的球迷啊 退款了 只有50% 啊 然后你要是从别的不同的城市飞到香港 东方之珠啊 去这里 如果你飞过来的 自己又住这个香港昂贵的这个酒店啊 那么这些费用他是不帮你报销的 只退50% 说白了 这就是他妈的坑爹啊 啊 你这个款你必须得退100% 然后 别人 对吧 像有一个哥们从新疆喀什 啊 不 从新疆克拉玛伊 啊 克拉玛伊都是中国最西部的城市之一了 从克拉玛伊飞到这个香港去在门看梅西 然后梅西没上场 这种钱你必须要100%退款的 你只退50% 这个是不对的 所以老兵就讲啊 这就等于说是一种什么 现在的商业信誉啊 梅西个人的商业信誉非常差劲 香港这种主办方的信誉也是相当差劲 组织管理水平 像一坨屎啊 所以老兵讲了 今天你香港有所下滑 跟你香港自己是有关系的 不要老是怪什么啊 因为回归了中国大陆了 啊 因为什么港版国安法要立法了 你香港的餐厅动不动喜欢赶人 给别人没一个好脸色看 都要讲什么英格力虚 讲什么英文 啊 对吧 那个屌服务员 那个老软兮兮的不得了 对吧 包括你整个城市 你看看你现在这种商业信誉 差到什么样的地步 对吧 你这样你怎么有国际竞争力啊 啊 你让以后买了票的这些球迷去 还会去香港吗 啊 对吧 你人家在梅西期间 你香港那些房价涨了什么比啊 你香港一个狗逼holiday in 一个晚上要一千八百块 在我们这儿一个holiday in 顶多三四百 啊 人少的时候还可以更便宜一点 三百多就可以了 对吧 你他妈涨到一千八百块钱 holiday in啊 平时有的时候还一千四 这么贵 什么高档酒店啊 啊 所以说整个梅西整个这个事件啊 虽然说现在大家可能不再观众这个事了 这个事也没什么乐点了 但是为什么没有 我们不是说这么去追热点的 还是要去讲的 这种事啊 那么再回过头来看这个 啊 那是香港的问题 接下来就看这个赤水和酒的问题 二十日 中兴经纬在一百一十届全国糖酒会上看到 赤水和酒展出多款产品 价位在三九九至一九九九元之间 自称是品牌销售的整个功能量称 目前赤水和酒旗下产品在淘宝抖音的平台上都有在卖 并确认知名球星梅西人是其品牌代言人 证明梅西以前代言的签字版产品是否能在销售 功能量称有 之后又改口称 建议去网上看一下 中兴经纬二十日在电商平台前所发现 赤水和梅西签字祝福款 人在售 中兴经纬注意到 该展区一侧堆满了梅西代言赤水和酒 现场正上版的包装箱 现场也有大幅梅西代言照片 今年一月十一日 梅西签字祝福款赤水和酒正式在金融上开卖 一瓶1499 一箱六瓶6600元 随后 梅西卖酒的话题一路登上微博勒搜 但在2月20日中兴经纬注意到 在梅西代言的赤水和酒已乔端从电商平台上下架 相关营销微博也被清理 三月13日 曾一路销售的赤水和酒从业在电商平台上架 在京东收处发现 包括梅西签名款的赤水和酒 全系列已从业在该平台上架 此外 本次赤水和酒在京东上换了网店进行销售 销售的网名为赤水和酒类旗舰店 而此间相关产品是赤水和酒京东自营店 自营旗舰店进行销售 与此同时 同样名为赤水和酒类旗舰店也在淘宝开店 与京东平台一样销售赤水和酒系列产品 这个梅西啊 他在中国已经是如过街老鼠般人人喊打了 公关团队恶心的不得了 针对中国人搞了一波又一波的 这个公关危机 然后呢 又这个梅西先后都是弄那些AI假视频出来道歉 或者说给你来说明一下 然后中国有一些没有脊梁鼓的 列等韦奴建民 达里特 又在那个地方 且能抱着梅西的那个鸡巴在那里狂啃 我说这个梅西这个人讲话声音那么那么那么娘炮的 一个鸡脑 你们怎么那么喜欢他 就是说这种声音这么轻 像刚刚被他妈被抱完菊花一样 这种东西有什么好喜欢的 没有任何的男人的那种特点 阴不拉机的做事情 骨子里他妈急阴险 这种东西 你喜欢他干什么 你喜欢他 他喜欢你吗 他尊重你吗 他把你当一碟菜吗 当一盘花生米吗 没有 对吧 你就能碍事再方面的 叫中国很多精神伟奴 一会儿把这个国家当母国 把那个国家当母国 人家他妈比喜欢你吗 现在大家知道吧 网上居然还有 你说你吹那些英美国家也就算了 网上还有居然还吹他们泰国的 吹曼谷的 说什么曼谷的卵实力吊打北上广深 就是一个曼谷这个城市啊 它的卵实力可以把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给吊打 打的你都挺完肤的 那人家说 那平常吊打 那曼谷那么臭 那么脏乱差 空气污染那么严重 摩托车 所以想的像他妈个鼻 蟋蟀在那里叫 吵得那妈的很难受 对吧 整个城市脏乱差 什么叫软实力 来讲什么叫软实力 对吧 来讲全世界的外国人都来曼谷 这不就是曼谷牛逼吗 你曼你泰国是个全球大型垃圾回收站 你也好意思在那里吹 所以我说中国的劣等伪奴 支那建畜 真他妈的让教练做我 什么都要舔 印度也要舔 泰国也要舔 人家看得起你吗 你去舔 你那么没使劲去舔 然后你他妈的在泰国出了事 没人管你 泰国人屌的不屌 泰国人说你这自己的问题 而白人在泰国出了一点事 马上账户 第二天钞票就到位 医药费全部都报销掉 你这就是支那建畜 当支那建畜的后果 你看看这个吃水喝酒 也是个支那建畜 有的有的说 梅西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 你配吗 你个支那建畜 你配吗 人家是犹太大爹的好儿子 不是你支那建畜 垃圾中国人的 好朋友 你不配知道不 你给人家舔 他妈鞋 被他 梅西这个 这个钉鞋 足球这种钉鞋 人家都是他妈 球场上面都乱吐痰的 在他妈下面踩了个痰 你把他痰印子给他舔掉 你他妈都不配 所以你说这个 替水喝酒 这种骚逼 他卖的这个酒 一个什么新品牌 我说的难听点 中国有很多山寨品牌 只是他不叫茅台罢了 赤水河这个地方 就是茅台 统治的地方 你别的任何的替代酒 都是他妈的蹭 都是在摩擦 知道不 什么赤水喝酒 谁他妈要喝你这个酒 中国我说句实在话 得益于人口多 这些白酒企业 一个个成为 股票市场当中的香波波 是很多地方 这个他妈的上市公司里的 大哥大 王八头子 你看中国 A股的 王八头子 是他妈哪只股票 是他妈贵州茅台 说难听点 卖个酒的 能成为龙头企业 这是这个股市的悲哀 我说句实在话 主要中国很多科技公司 很多大型这种公司 都不在中国上市 互联网大的公司 这种优质的 牛逼的 赚钱的 都不在中国上市 都在外国上市 对吧 所以我们就讲了 很多他妈的 你这个什么赤水喝酒 你看看 你想想看 你这种企业 还有活路吗 梅西 你卖给那些梅西的粉丝 去喝吧 梅西的粉丝 多买一点 这是梅西代言的 签名的 一箱6660 你去买 使劲喝 多喝一点 喝得也一年一寿 吃水喝 喝能多多牛逼 是不是 是不是这个道理 所以说像这样的企业 你别 现在你别 现在是什么年代了 中国人很讲究这个东西 你这个企业 还在用美 还偷偷的 还在上架 你以为中国人的记忆都是 而前短的吗 你这样做法 跟以前在日本有一个叫 阿帕尔酒店 那个做法不也一样吗 那个总裁讲 我就在这个 创作棍里面放 否定南京大厨大的书籍 怎么了 中国人就是这个样子 过了几个月就忘记了 只要你给他们一打折 马上他们就 像他妈的野狗一样 他妈就钻进来了 意思就是说 哄抢 他们就说 这就是中国人 你吃水喝酒 是不是在验证 这个阿帕尔酒店 这个辱华的 这个 总裁的这种言论 中国人他妈的 就是 中国人的记忆就像鱼 只有七秒 是这个意思吧 这种做法非常的恶劣 又敲门 又重新在那卖 因为梅西这个事 没有了 我告诉你 你今天把 你今天 你的正确的商业道路 是什么 你把梅西 直接给他撤了 大伙看到你的态度 还会去买你的酒喝 但是你不撤 说明你这个老总 你很爱梅西 你个人很爱梅西 因为大家都知道 中国嘛 一把手负责制 一把手拍板 所有一切 决定一切 统治一切 任何一个单位的 一把手就是皇帝 土皇帝 那这个决定 是不是你这个吃水喝 就董事长做的 你什么的 你是梅西球迷啊 你啊 好 你是梅西球迷 大家都给你抵制到 叫你这家酒起 给你倒闭掉 通通就叫你滚蛋 你他妈要做 中国老百姨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谢谢各位支持